中央氣象臺,中央發佈高溫紅色 中央氣象臺歷史上只發過12次高溫紅色預警 12次都在今年 為難的極端天氣會越來越多 更宜居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少 這就是為什麽我們不能光在自己的世界裏面 哪怕你把自己房子建得再好 但一場洪水過來,它一樣都會帶走 今年形成這麽大的高溫,能夠創極值 還是跟全流變了,脫不開乾血 大氣黃流的一場,負熱帶高壓非常的強盛 天空是以晴熱天氣為主,以下沉起流 基本上沒法形成這種降雨天氣 熱它是一個必然出現的 只是說哪一年熱出現在哪個地方 以前都是一個小的區域 絕大多數人感覺不到 2018年我去大連,比較涼爽的城市 火車上就遇到了去奔喪的 老爺子今天熱死了 今年確實是極端天氣過於頻繁 影響了整個的長江流域 一個災害不會單純出現 乾旱和高溫基本上是綁定的 上海可能降雨量比正常要少70%左右 水地發電,地方沒水了,電力緊張 另外水份蒸發了之後 隨著大氣黃流,它就輸送到其他地方去了 重慶那邊都乾死的時候了 東北遼河雨都下得起洪道了 直接被雷劈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還有就是,空氣溫度比你溫度高 身體無法通過自然的機能散熱 就有很多這種熱社病 今年其實不光我們這邊 歐洲,南亞,北美也很高,溫度很嚴重 並且今年不是最後一年 未來還會反覆出現 相對於工業革命前 我們現在已經增加大概1.1度了 全球病會帶來水循環的加劇 帶來一種叫做乾變乾和濕變濕的效應 對於我們中國地區而言的話 北方地區會變得更加乾旱 南方地區反倒會在雨季容易出現紅鬧仔 主產區的糧食會減產 尤其是像小麥 它是一個偏喜歡低溫的一種植物 歐洲、北美的 印度的乾還很嚴重 聯合國估計今年會因饑草 可能會死1000萬人 熱帶地區的蚊蟲、黃熱病、債卡這些病毒 慢慢都在向兩個中維地區擴展 還能不能帶小朋友出去玩 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兩度的世界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世界 致命高 天數會達到四、五十天 房間裡面空調不能斷 斷了之後會出人命 很多地方會變得不得麼移居 2050年的話 上升的17厘米 不要覺得是一個特別小的數字 它的影響非常大 我們國家海拔最低的城市 應該是天井不到4米 上海也是一個受影響比較大的區域 有些地方會被淹掉 海水入侵,污染地下水 很多人在海邊買的海景房 風暴潮或者天文大潮疊加 海水好加好一下上下來四、五米 反覆侵蝕好幾次之後 它的地基就變得沒有那麼穩過 氣候移民的話 未來肯定是越來越多 是不是要給新的城市建築設定更高的標準 防海浪的這種設施 你是不是得更加強大 這些我覺得都是決策者需要考慮的問題 我們很多人的記性都比較短 去年發生什麼災害我們今年就忘了 好了傷疤忘了痛 人是喜歡一些標誌性的 我覺得應該把2020年作為氣候危機紀元的元年 因為2020年之後 全球的災害確實是更多了 二氧化碳排放的速度 一直沒有降下來 所以全球變得還在加速 我覺得我們普通人能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多 減少一些不必要的購買 大規模的跨洋的運輸 碳排放量是很高的 選擇一些本地的水果、本地的蔬菜 家裡老子把空調裝好了 真的讓他們年齡大到一定程度了 熬不過某個夏天 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 何其幸運又何其不幸地生活在了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需要跟其他的世界交流 我們需要去認知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必須得做好準備 我們請再一次 請從探索 才能接觸一下 成功 身體 成功 我們有更多不是 所以你們每一句 都能接觸一下 是 感谢观看